体谈动向 各位听众 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于6月6号到7月5号 在加拿大的六座城市展开角逐 这也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 本届女足世界杯参加比赛的队伍首次扩军到了24个队伍 其中亚洲参赛名额争自5个队伍 这两天法国也正为他们的女子足球队欢欣鼓舞 因为20号法国女足以3比0打败了韩国女足进入8强 4天前还以5比0打败了墨西哥女足队 另外法国女足队在一开始比赛就以4比1打败了瑞典女足 直至目前可说是战果辉煌 球迷引颈盼望本周五法国队将面对实力强劲的德国女足队的比赛 可说很有看头 至于上届世界杯缺席的中国女足队 于6月21号以1比0打败了卡麦隆女足 也进入世界杯8强 也就是时隔8年之后 中国女足首次的赢得世界杯淘汰赛 前中国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朱广滬在中国媒体上点评分析 他对这几场中国队从教练组到球员的整体发挥给予了很高评价 同时认为下一场比赛 不管与美国队打还是与哥伦比亚队打 中国女足都有获胜机会 他强调说下场比赛若打美国很有戏可看 在21号中国女足对卡麦隆队的比赛 中国女足在12分钟时利用脚球的机会 球员李东娜后点冷静横传到中路 接着王珊珊凌空射门而入打破鸭蛋 最终以1比0打败卡麦隆 可说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梦幻开局 评论还说从全场技术统计来看 双方控球率均等 尽管中国女足在射门的次数上不及对手卡麦隆 但双方命中目标的次数相差无几 另外中国女足的前辈高手 也就是15年前在1999年 女足世界杯比赛时射丢点球的刘英 如今成为球赛解说员 他评论指出 在场上的90分钟 中国女足队员拼尽了全力 毕竟这是淘汰赛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不能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他说球员韩鹏已经拼到了头破血流 王珊珊确实错过了两次单刀直入的机会 但也尽力拼了 21日的比赛结果 以1比0的比分是有点遗憾 这场比赛的比分本来还是可以扩大的 接着我们也就引颈期待 6月27日中国与下一个对手的比赛 也就是美国与哥伦比亚两个球队比赛后的那支胜利队伍 另外在篮球方面 曾经造成林来峰现象的NBA球星 林书豪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展开他2015年中国型的第一站 并发表成功的再思考主题的演讲 这回可说是在北大校园掀起旋风 引起球迷和学子们的激动 据联合报报道 林书豪此次在父母的陪伴下一起访问北京 林书豪是19日晚上抵达北京后 立刻就找到一处球场进行投篮和三分球的训练 接着他20日去北大演讲前 还与北京一个社区的孩子们一起欢度端午节 吃粽子 然后林书豪与父母一起到北京大学的对外交流中心 以英文发表演说 报道说林书豪日场之后 不断的有女粉丝高喊着 林书豪我爱你 林书豪向大学生说 拥有巨大的梦想从来都不难 但是即使为梦想请尽所有力量 也还是免不了会遭受打击 但重要的是被击倒了重新站起来 再被打倒了还要重新站起来 他说只要重新站立起来 就会改善缺点强化优点 林书豪还回忆说 今年在胡人队的一场比赛中 因为他被坐冷板凳 没有获得一分钟的上场打球的机会 比赛后他嚎啕大哭 他告诉听众说 那是他最伤心的时刻 据悉林书豪与胡人队的合约已经结束了 他目前是自由身 截至目前球队尚未向他提出续约要求 林书豪也透露了自己 甄选未来东家的标准 那就是能否让他担任首发 以及能否有机会打进季后赛 林书豪最后还表示 他会认真考虑每一支有可能的球队 各位听众 以上是今天的体育热线 是由珍迪赛为您主持的 感谢